中國要憑內需市場 那麼昨天我們又看到一個全新的一個 中國的文化跟旅遊部市場 他們有一個全新的政策 哇 這個政策不得了 中國的網友要暴動了 為什麼 他開放了什麼 他開放的是 他對這個港澳台營業性演出 他現在重新受理 而且要進行審批 這什麼意思呢 過去從幾乎從2020年開始 你就看不到港澳台 這些所謂的這個港台藝人 到中國去辦演唱會 蔡依林 周杰倫 阿妹 都沒有辦法過去了 那當然了 這個有背後很多因素 疫情也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敏感 也是一個 但反正無論如何 他們就不能到對岸去 這個賺人民幣了 但是現在又重新的開放了 於是中國有非常多的一些 這個影迷就開始敲碗了 他說好想念酒令 好想念林俊傑 想念肖敬騰 想念周杰倫 五月天 他們都期待他們趕快到對岸 去開演唱會了 那當然開放了這個港澳台 這些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演藝 營業性的演出的一個審批 當然背後就是有 他們想要再拚 內需市場的一個意味在了 那不只如此 影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活動 現在要重新活絡起來 中國大陸的用語是 他們要再找回煙火器了 好 怎麼找回呢 來問問呈言 那這1月16號是中國的旅遊文化部所宣布的 就是說今年2月16號開始 港澳台的這些演出 簡單來講就是你希望開始你辦的活動裡面 如果有港澳台來的藝人或是一些明星什麼 你的受理我開始接受 因為過去包含我們也知道有所謂薪資上限的問題 甚至政治敏感性的問題 甚至還有他們針對一個節目裡面 你能只能有幾個港澳台相關 他們有一個比例對不對 都有限制 那這些限制當然越來越來 就受限了這些港澳台藝人 在大陸的一個發展 可是說真的 其實大陸的朋友真的 我幾個朋友 他們都非常喜歡這個港澳台相關的 比如說你剛才點名的這幾位 包括周杰倫 蔡依林等等 那最近當然網友也開始在呼喊 就是說趕快 因為這種過去的這種大型的演唱會 這種讓人五月天 讓人興奮的這些演唱會 大家周杰倫趕快來啊 蔡依林趕快來啊 謝承諺趕快來 你們的聲音我聽到了 你要唱什麼 你先說 這個好 我們繼續 那當然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想今年大家更為期待的是什麼 還包括除了這些演唱會之外 春節的檔期 實在是我看了這集 這一次春節賀歲片有七部大片 去年因為疫情嘛 所以什麼賀歲片就很小 而且非常的慘淡 那你知道像第一片是無名 這個是疊戰片 就是這個人是梁朝偉 梁朝偉沒錯 沒錯 你沒有看錯 不是我 是梁朝偉 還有周迅跟黃磊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期待 另外滿江紅 張藝謀導演 指導的這部片 裡面也有幾個大演員 也有幾個大演員 就我知道的 包括沈騰 岳雲鵬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這些都是比較有趣的 這幾個說相聲什麼很厲害的 那易陽千禧 你應該就知道了 對不對 小鮮肉 小鮮肉 滿江紅 然後這部片 流浪地球2 你應該就知道 裡面有劉德華 對不對 還有戰狼吳京也在裡面 吳京很帥 交換人生 其實演什麼大概就知道 就是把人生給交換 因為他片名 就是喜劇片 中國乒乓 應該就是要演 中國乒乓球如何 站上國際舞台 對 前面幾片 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 所以這一次 相關的股票 比如說中國 A股的影視概念股 最近已經開始飆了 像你看 整個版的平均飆了 大概20% 騰訊音樂 因為最近一個月也表了三四趴了 那因為這個三體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 這個小說 三體 一個科幻小說 結合中國 他是從小在在美國長大的一個 這個華人 他所寫的一部 這個中國科幻小說 結合東方元素 所以他們現在很驕傲 所以你看我沒有科幻 所以是演外星人嗎 對 裡面就是很多科幻的元素 所以他是一個小說 然後現在要改編成一個戲劇 對 已經上映了 已經上映了 一上映就刷 刷爆了 真的 刷爆 所以 朱老師也知道 手印十億點閱率 然後 我講 所以騰訊音樂 為什麼會上來是這樣 那剛才我們 我們剛剛講影視股對不對 港股的代表 港股的影視股有漲一倍的 漲一倍的 當然最最具代表性的是 阿里影業 對不對 為什麼我剛才講到的 這裡面 剛才講的幾部電影 像無名交換人生 阿里影業都有參與 真的啊 還有另外剛才講 流浪地球二跟中國乒乓 他是聯合發行 所以等於七部片 四部片都被他壓到了 所以你說今年他 這個阿里影業有沒有機會 因為過去其實疫情各方面 其實都是鏟蛋經營 都虧損 所以有沒有機會 阿里影業最近 你看一個月股價 可是這也是馬雲的不是嗎 對啊 所以有人說馬雲會不會 翻身 你阿里巴巴 他已經沒有控制權了 對 螞蟻金服也不行了嘛 對 那有沒有可能藉由這個 重回舞 這個金融國際舞台 會不會 這個我覺得是他今年 當然我們特別看到這一次 整個 這個春節的一個檔期 大家估計說 大概會有八十到一百億人民幣 對 因為去年整年度 整年度 其實只有三百億人民幣 整年度 其實相較於二零一九年 那時候將近 七 六百多億 六百四十一億的這個高峰 將近七百億 我再講 其實落差很大 是 而且我們注意看 就是說 在這一段時期 其實有很多的電影院倒 最知名的 就是有一個IMAX 那個很大的 在上海那個 新天地 新原影城 就倒了 就倒了 然後像英皇 UA電影城直接關閉 就退出了 甚至其他我們所知道的 很多的電影院的品牌 也都關了 那因為疫情之後 整個場次雖然還能夠維持 在疫情前的百分之八十五 可是你去看 總人是掉不到一半 所以這次春節的檔期 其實大家非常的期待 好的 奢侈品市場 對於中國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來看這LVB 實在太厲害了 然後我們就要請 這個最愛精品的士通哥 這個奢侈品的市場 現在中國對他們來講 很重要很重要 對 事實上我對奢侈品 是有一些研究 那沒有錯 我們知道其實LVMH這個集團 它是目前為止 是指全世界 這個歐洲最大一個公司 他提到這個所謂的 整個奢侈品市場 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都把中國 放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因為在疫情前的時候 有三千五百億歐元左右的 這個市場裡面 中國占比到高達21% 而且現在整個占比 會持續的拉升 預估到2030年的時候 他整個市占率 可以高達四成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看到其實 包括說像Gucci 或是說像LVMH或Hermes 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中國的成長率 大概都是35% 27%到26% 不等 其實年長 年成長率都非常強勁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中國民眾 他們雖然說在國內買OK 但是其實他們滿喜歡 去國外買的 所以像在歐洲的店裡面來說的話 很多歐洲品牌的 如果你去逛過像愛馬仕 或是說像LV 他在這個巴黎的 向蟹大道上面的旗艦店 前幾年的時候他還掛燈籠 就春節的時候他掛燈籠 然後還可以貼春聯 就是目的就是迎合你這樣的狀況 那你根本不用講 他們裡面會有非常多會中文的 他們都會別一個小別針 然後說我會說中文 你可以來跟我講這樣一個狀況 那還甚至以前 以前還沒配售的時候 你都少幾個都沒關係 但是現在有些店會有所謂的 這個限制你買幾個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中國民眾 是真的很愛去買這些消費 那尤其是為什麼要買 這上幾年前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喔 我跟你講 你不要買股票 你如果買股票 你寧可把部分的錢 去買名牌一包 我當時還說你哪有calling 你不要爭笑 他說你就去買香奈兒 或是買艾瑪士 他說這兩個品牌 是絕對會漲 結果他當時他就去買了一個包 他當時說他買了一個香奈兒 他說大小是21號 21公分的那個大小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包 他說幾年前買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已經漲價60%了 真的 對 尤其是去年的時候 去年年初的時候 香奈兒宣布漲10% 所以就是說 他是節節在高升之中 艾瑪士也是節節在高升之中 那因為艾瑪士跟這個 跟這個所謂香奈兒的漲價 所以其他LVMH跟著漲價 就跟著漲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品牌 在去年的時候 它其實是逆次漲價 幾乎每個品牌都漲價 所以你都覺得說 怎麼一個包一千 我記得我大概20年前 買一個LV的包的時候 那時候有三四萬就已經很貴了 現在已經有十幾萬的包了 就好像已經非常貴 所以整個奢侈品的 這個漲升連連的一個狀況 其實所以我才說 他那真的倒不如去買個包 來藏起來比較好 不過我跟大家講 最保值的只有兩個包 一個是艾瑪士 一個香奈兒 其他都不保值 所以你買自己看著辦 自己看著辦 但是那個入門的入手 門檻很高 Chanel跟Hermes 都是這個十幾二十幾票的 有配售 有怎樣的一個狀況 那個 但是我如果從財經專家的角度來說 真的只能夠買這兩個品牌 因為其他 我去看過其他二手價 你一買下去那個二手價就已經跌 幾乎是跌了七成 跌了三成就變成七成左右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們在想 中國人那麼愛買這個奢侈品 難道中國是全世界人均最多的嗎 其實不是 其實根據這個國外媒體的 統計數字裡面來說的話 韓國是全世界買這個奢侈品 最高的一個國家之一 你看人均他每個人 消費了325美金 325美金你如果去乘以這個30的話 一年快要消費到1萬塊美金 中國只有55美金 那美國只有280美金 那所以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也不會很奇怪 因為韓國本來就是很重視外表的國家 你看他大家都在整形 好你整個漂漂亮的 就你背了一個爛包包 完全不搭嘎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一定要買那種很好的包包 而且他們很愛 比如說你是什麼位置什麼這樣 一個包包當然可以彰顯你的社會地位 還有你整個人的這個質感 所以那其實韓國人很愛買包 那的確是不如此 你看我們看那個照片 那個照片是明洞香奈兒的專賣店 大家都在排隊 但事實上不是只有明洞 現在很多香奈兒店都是要排隊 他都故意讓很少人能夠進去裡面 逛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也就是因為 韓流這幾年也崛起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加乘作用 你可以看到現在很多奢侈品的 全球的代言人 其實很多都是韓國人 比如說LV LV如果你去看的話 他前一陣子找了一個鄭好娟 鄭好娟就是演魷魚遊戲的 一個女主角之一 他就變成他全球代言人 那另外BLACKPINK裡面的幾個人 譬如說像這個JENNY JENNY他就是所謂香奈兒的代言人 他說人間香奈兒 他也是人間香奈兒 對 沒錯 那另外包括說像智秀 智秀他也是DIOR的代言人 還有這個KATIER的代言人 那更不用講LISA LISA是CELINE 還有BORGRIE的代言人 所以你看他們就找了很多韓國的明星 那我覺得這會互相加持 那既然是韓國代言 韓國人代言的話 韓國又更愛買到 對 那我就買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這樣互相加持 讓韓國的奢侈品的支出 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不過日本也是滿厲害的 對 因為日本這幾年來說的話 他們有錢人其實是不少 那你看以這個豪車來說 這隻豪車是BENTLY BENTLY在2022年的時候 這一共日本買了644輛 它其實是緊追在南韓 南韓775輛 所以是亞洲第二 所以現在很多奢侈品牌 都把這個目光焦點 放在韓國跟日本的身上 甚至是我們剛才這個片子有看到 LV跟草生迷奸合作 現在草生迷奸的東西 如果你最近有去東京的話 它有非常多 它的藝術品在東京街頭上面都有 甚至在所謂的巴黎的LV的專賣店 還有一個草生迷生的一個大人偶在那邊 你可以去看看 包括說像利豐集團 他也認為說日本的成長率也高於 這個一般的水準 所以顯然他們現在也是把部分的 持續布局中國 但是他們也是蠻看好 日本跟韓國的這個奢侈品的市場 所以問一個 那士通哥 所以我如果像是這個 我們不直接買包的話 我們去投資他的股票也是可以 當然可以 你可以看到這個LV集團的股票 就一直不斷的創新高 其實基金是有那種 我記得我人生的 人生第一檔基金 就是買了精品基金 對沒錯 事實上如果你真的 譬如說你覺得這個精品這麼好的話 那根本就是買他的股票來 又賺精品又賺這個價差 好不好價差可以抵好幾個包